六四代入職 夜晚八點多 郭伯人在沙田站控制室面聚集 他們說懷疑有人跳殺之後 被港鐵負勵特檢隊員的成員打 要求港鐵職員交代 部門人轉到客務中心 在玻璃外噴漆 將客務中心的發達通機拔出來 有人噴黑雜機和資訊屏幕 有人要求其他人出示手機 證明沒有拍到在場人士的容貌才放行 站內有男人被懷疑是警察 出場人士拉開三警察 要求他證明身份 到夜晚九點半左右 逢部警察在沙田站下車進入站內 之後衝入新城市廣場 將一個女人按在地上 雙手被扣上淑帶 又婆婆情緒激動 警察之後 後退去到巴士總站的出口 大約晚上十點上警車截退 請客